6歲女童失蹤2年 被藏於文宅樓梯的密室 一名6歲女童失蹤超過2年後 在紐約東部一處文宅樓梯下的密室被找到 據USA TODAY報導 依據Socrates鎮的警方表示 探員叫開了位於Front Road 一處文宅樓梯後 在一個又冷又濕的逼閘秘密房間裡 發現女童Paisley Suites 和沒有監護權的生母擬藏在內 警方已拘捕了Paisley的生婦生母 兩個人並沒有女童的監護權 當局一直懷疑他們綁架了女童 Socrates鎮的警方在2020年 通過Facebook發帖表示 Paisley在太奧隔院 一處名為Spencer的村落失蹤 女童失蹤前最後一次被人見到 是和父母Kurt Suites Jr. 和Kimperley Cooper一齊 多個警方的部門就女童失蹤調查 多項線索 其中曾經有幾次到信述的房屋調查 但屋內的住客 每次都否認知道女孩的行蹤 Kurper和Sutas Jr.在星期一被捕 和妻子聯名擁有涉案房屋的 Kurt Suites Sr.也一同被捕 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中 相信稍後會有更多的拘捕行動 據悉Paisley的健康狀況良好 並已經交給合法的監護人照顧 警方指Paisley的生父Sutas Jr. 在女童失蹤後曾露面 並否認知道女童的行蹤 她和警方表示 自她在2019年報警 指Kurper和女童逃往了賓夕法尼亞州之後 就一直沒有見過女童 警方表示有幾次在涉案房屋做金進調查時 Sutas的父子讓警員有限度地在屋內查看 警方認為她知道女童及綁架者藏在屋內 而且不會被發現 Paisley失蹤的蜜蜜終於在星期一被破解 警方收到線報指 女童被藏在Sutas的屋內 Sogartes的警方和周童是晚上8點06分 次搜查令到房屋內搜查 警員在屋內搜查一個多小時後 探員Erika Thiller在屋後發現通過地庫的樓級 留意到樓梯建造的方式有點奇怪 Thiller用手電筒照射木樓級之間的裂縫 發現疑似無尖的物品 探員叫開幾級樓梯之後 發現一個纖細的腳 最後終於找到Paisley和Cooper 33歲的Cooper被控二級干擾監戶 及危害兒童福利兩項慶罪 32歲的Sutter Junion和57歲的Sutter Senior 被控一級干擾監戶重罪及危害兒童福利 法庭則已發出保護令禁止3名被告 接近Paisley 天下維持記者 編輯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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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